当天立刻领钱吗 是的 那么在领钱之前 当然还会给你一份早餐 那你去选择 你要中式还是西式的 那我就符合条件了 在身高上 身高上符合条件 但是它有其他的条件限制就对了 女生们 想生不想生都没问题 护好你的软 才能一直水荡荡 我是你的茂盛医院小王子 李军医师 医师医师 现在在暑假期间 有大学生捐软潮 而且据说 营养金最高有9万9 因为最近疫情的影响 加上刚好放暑假 所以很多人 他想要凑明年的优学基金 但是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拿到所谓的9万9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做捐软的过程中 我们要先经过所谓的健康检查 第一个健康检查 先得通过之后 还要接受受证配对 它必须得年满20岁 但是未满35岁 然后身高超过155公分以上 BIA值介于18到24之间 而且它不能有过捐软的记录 那我就符合条件了 在身高上符合条件 但是它有其他的条件限制就对了 如果说你的健康检查 你有一些遗传疾病啊 B肝啊 C肝啊 艾滋梅毒 甚至在我们冒山医院里面 我们还特别检查地中海型贫血 因为地贫是在台湾算常见的 一个遗传性的疾病 所以我们有特别去检查 如果有符合这些状况 我们就没办法接受捐软的部分 那我最近呢 其实就有听说过啊 有女大学生她在暑期的时候去捐软 结果居然发现自己得了子宫颈癌 因为我们在做捐软之前 我们都会做一些检查 那可能那位女学生 刚好发现了自己有子宫颈癌的状态 所以就意外地得知这个情形 所以来说 此一时捐软 她其实也是在年轻女性 在生育这堂课中的暑期先秋班哦 毕竟她可以透过这些检查 提早发现她自己本身的一些 浅长的疾病 当我们就有讲到那个大学生捐软 可以拿到营养金九万九千块 我相信很多想要捐软的人 她应该想问一个问题是 那个九万九会不会等到 很久很久才能领到啊 你说等到天王地老才领到那笔钱吗 对 基本上 在我们医院流程来说 你当天在取完软之后呢 我们会回到咨询 去看一下你今天取完的状况 之后呢 我们就再过台领钱咯 当天立刻领钱吗 是的 我们在领钱之前 当然还会给你一份早餐 让你去选择 你要中式还是西式的 让你去做一个 所谓的调理的状态 有被照顾的感觉 你看你竟然先健康检查 取完软之后立刻领现金 领完现金之后 还有这个月子餐 其实在捐软过程中 你会 当然非常的辛苦 那些所谓的接受捐软的 他们大部分都是已经被宣判 生育食型的概念 比如说 它的AMH值 可能只有掉到0.01或0.02 基本上身体没有软 只可以用 所以他们很期待 像这样的捐软天使 可以来提供他们软子的状态 你可以帮助到别人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的 我有些病人从大陆过来 那他们就是来借软的 那AMH都非常非常低 大概0.02 0.03左右 而且之前在大陆 都已经取过软好几次 但都失败 但是他们来我们这边 做一次就直接就成功了 哇 茂盛音乐的那个名声好响亮 传到对岸去 是的 因为我们的软子筛选 比较严格一些 再加上我们在做 所谓的介软疗程的时候 我们用上所谓的AI世代的技术 它可以指定的状况是像 种族啦 肤色啦 血型等等 都是可以指定的 但是一些身高学历 可能就没办法说 我要指定是谁啊 甚至很多人他会说 可不可以用 我认识的人来捐 给我来用 这也是不行的哦 所以认识的人不行哦 那如果刚刚讲说 说种族可以意味着就是 如果真的趁机想 生一个混血宝宝 是可以的吗 当然是可以的 不过因为台湾的软子库 没有这些的捐赠的来源 哦 明白 戒软费用其实在试管婴儿里面算是高的 但是戒软升值的话 它的速度比较快 而且成功率也比较高 换个角度说 这些病人他们需要来戒软的 他们软子通常相对非常的稀少 那所以说 它的状况之下 如果要用自己的软子 可能要多次取软 那其实费用反而更贵 哦 多次取软 然后做试管婴儿 那个整个历程又长 然后又贵 是的 而且它的话 我们如果用软子库 我们在做植入的时候 还是可以做补助的哦 所以不用担心的 真的吗 连戒软都有在这个补助的范畴里面吗 是的 不过它补助部分 只有补助植入的部分而已 并没有补助到所谓的戒软的部分 我们在怀孕的过程中 大概不外乎是先生的精子啊 老婆的软子啊 还有子宫 还有一些环境的问题 我们现在先把软子先克服了 所以要好了软子之后呢 接下来状况 就跟所谓的子宫环境啊 还有先生的精虫有关哦 所有的呼吁 想要戒软身子的人 请他的先生 要赶快把握时间 多多的去改善他精子的状态 基本上哦 捐赠者是没办法要回他的小孩的 毕竟那个精子 跟他也没有太大关系 那员工身子法也有规定过 捐赠后不得请求返还这件事情 但我们可以知道我的软子是否有活产的现象 哦他可以知道他其实有没有活产 是 但是他会知道这个活产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是会保密的吧 对不对 都完全都不知道 哦太好了 基本上你就把软子捐赠 想说是捐赠一个细胞的概念 是 我今天把细胞给你 我不会要求你要把孩子还给我吧 大家都会担心 我们在捐赠软子的过程中 会不会以后的自己的小孩 遇到自己的小孩 在别人家出生的谈恋爱啊 就像罗米尔和朱莉耶那种故事的剧情发生啊 但基本上 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低的 我刚才讲过了 一生只能捐一次 哦原来 如果他生了小孩之后 他就不能再捐了 所以基本上非常难遇到 先生有小三的朋友 比较常遇到 先生的小三这件事情 他可以没有规定一次吗 对没有错 他自己私底下 他想要几次就有几次 对当然你很担心的话 还是可以有 像国健署 他有所谓人工生殖 子女亲属关系的查询办法 可以再确认 其实啊 在出生的状况之下 妈妈在怀胎的状况之下 这个 我都把它叫做 血浓于水的概念 哦明白 他觉得这是自己的肉 对自己生下来的概念 所以说虽然说在基因上 并没有很大的相关性 但是他的的确确是从自己 肚子里面误出来的 对 所以我认为在交往上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们今天讲到 捐软跟戒软的一些故事 跟大家分享 我们可不可以帮大家复习一下 让大家了解一下 它怎么历程呢 我们捐软或是取软 我们就需要所谓的排软刺激 我们会打针 其实大家都很担心 女生最怕听到打针两字了 对对对 因为其实啊 捐软没有大家想要那么麻烦 很多人就会想说 我今天每天都要去 123456789 是要去十天 每天都去打针 降波很累的感觉 其实因为我们大部分 在捐软状况之下 我们为了方便病人 我们会给他所谓的 笔形的针剂 是 短短的一针 然后带回家自己打针 哦原来不用一直跑医院哦 是的 通常活运检查一到两次左右 之后就准备打破软针 准备取软咯 什么叫破软针 听起来有点恐怖 破软针其实 它顾名思义是让卵子 成熟破跌的状态 因为我们必须要让卵子成熟 我们才有办法做取软的动作 是 所以它只是一个针剂 那它打完破软针之后 我们就可以等着做取软的动作 那取软软之后呢 基本上它是经过阴道 来做所谓的卵子取出术 是 所以基本上 手术完之后都不会有任何的伤口 它也不会有痛感 呃痛感因人而异啦 但因为我们在上马耳的过程中 可能都帮演加一些止痛剂 所以在树后恢复 痛感其实没有那么强烈 哦 是这样子 没错 是 嗯 好 我是你的茂盛医院小王子 李军医师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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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富含有什么问题啊 盖子 应该是盖子吧 反正就是看起来 虽然说 反正就觉得比较不会胖 就想吃 但其实热点很高 我知道 但我觉得它是好的 能量的来源 所以我就会继续吃它 好 好 好